我们三面堂的演团长 还有我们学院长 以及我们所有的贵宾 我们的艺术家 还有我们三面堂的这个粉丝 所有的大家 午安吉祥 非常荣幸 也很感谢我们三面堂 到我们普光源美术馆来展出 一百幅的精工的这个幕后 那在这个展场当中 我想主轴是以这个大师所写的 花开四季 来作为一个新春的一个特展 那在一幅百幅的这个幕后里面 我真的是叹为观止 我从来没有想过 幕后可以做到这么样的精致 而且可以把这个东西方的文化 融合在一起 把古经也融合在一起 那我尤其很惊讶的是 在这个人物的刻画里面 斯大普上里面都呈现他们的精神 那把他们的特点都表现出来 那甚至我们在看到这个梵天也好 甚至很多的戏曲里面的 像风神房里面的种种的这些人物 都可以在这里呈现出来 尤其是我很惊叹的是 那一幅的这个蓝染里面 还可以把山水画表现出来 好像一个活的一个立体的 这样子的一个展现出来 所以可见那个做的人呢 他考量的非常周到 而且把所有的这个现代的 还有很多的做工这么精细当中 把它呈现出来 所以我觉得是很了不起 尤其是能够把这一个走上的国际 而且甚至做外交 我想大师呢 常常提倡人间佛教 那人间佛教呢 其实就是大师说 佛说的 人要的 净化的 善美的 那我觉得在这个里面 戏曲里面所表现的 每一个人物里面 其实都在刻画 我们人生的这个摆排 同时也把那个因果的故事呢 把它呈现出来 所以有这么多的粉丝 我想他们都非常喜欢 这些人物的这个刻画 甚至我今天第一次看到 这个观手将的这个 也让我很惊叹 就是让我们去 可以看得到 过去我们常说 举头三尺有神明 其实一个这个木偶的 这个代表当中呢 他不只是一个人物的一个刻画 或是他只是一个 做工的一个惊喜 而是他背后演绎出来 那个无尽的那个真理 同时呢 把这个英国的观念呢 把它表现出来 所以非常的感谢 在这个新春的期间 可以让这么多的人 我觉得尤其他很适合 全家老老少数 大家一起来欣赏 一起来参与 所以在今天呢 我看到每一个 这个人物的这个刻画 包括这个布置里面呢 我都可以看得到呢 他们的匠心读运 所以非常感谢我们 原谈长带领着所有大家 一起到这里来 很感谢你们 给我们在这个疫情的期间 这个大家仍然 能够这么样的欢喜 这么样的乐观 来迎向一个新的一年 让我们新的一年里面呢 真的都得到 刚刚我们所讲的 祝福菩萨 天官的这个四福啊 带来的这个喜庆 带来的吉祥 所以在这里呢 祝福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展出呢 都非常的顺利 同时也欢迎我们广大的这个市民啊 男女 老老少少 大家一起来欣赏 一起来参与 那祝福大家平安吉祥 花开四季 阿弥陀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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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馆长 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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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们的 鼓鼎 祝福 好